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样比赛 一样是一场橘货哥的视频 然后这一期的视频是 先知也是早点答应好大家的 先知的英雄还是一个 比较算是 比较有乐趣的英雄 然后这样给大家做一下 然后使用者就是不道格 因为不狗也是 Ti3时期就是先知橘货哥了 实力非常非常强 就是让我们来看 他对先知绝对是理解很强力的一个英雄 就是理解很强力的一个选手 然后今天是618 粉丝狂玩杰年中大促 然后底下是我1015地址 李子吃我的tobot.com 欢迎大家能来看看 吃李子视频看李子视频 然后不知不觉又迎来 又迎来一个粉丝的狂玩杰了 在这个特殊日子里 我的零食店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份大礼 现在零食店全场满88元包邮 108元就可以获得一张李子的亲笔千分照 然后同时也为了感谢大家对李子零食店的照顾 然后现在可以有22种大礼包 然后你只要买购入22款 就是22种大礼包的其中之一 就送250克的牛炸糖 然后买熬夜战斗礼包 就送一个QQ弹 然后多买都送 然后不上不空点 有选择恐惧症的 也可以试试这两款礼包 因为有了很多朋友不爱挑一些零食 然后有扁的恐惧症的都可以上市两款礼包 然后最近也有什么糕点啊 果干啊 饮料啊 都有 然后满足你的各种口味 相当不错 然后也是谢谢大家 又有机会支持 今天毕竟是618粉丝观光节 也是谢谢大家 又有机会支持了 然后也可以来李子零食店 买点吃的 好了 谢谢大家 这场比赛 布狗是一个中单先知 打的英雄是一个卡尔 然后也是吃眼 哎 布狗没能吃到这个眼 有点可惜 那真眼没反掉 对布狗来说有点伤的 SA也会一直来恶心的 布狗这边貌似送来一个大罐子 我胆子还蛮大的 不怕SA杀他的鸡的 这边被刺砍一刀 布狗也是非常非常恶心 真眼主要隐次是有益 布狗是无益 所以说拍眼速度肯定是不是人家快的 A队在昨天比赛之后 还是击败了Fnatic 然后Fnatic我还是觉得 A队要在赛间李子也看好A队一些 因为在欧洲Fnatic打比赛 一向打都不是特别好 这边布狗加点 貌似也是一级的传送 然后主术人付 就是主术人 先知加点一般都是 主术人付传送 然后一级的T 因为T点高了 确实说实话 性价比成长并不高 他就是增加一点 试法距离 实际时间三四五六 其实一级三秒钟足够了 要对面没有吃出的情况下 三秒钟是足够了 你有吃出困六秒也没用 先知这个英雄 是一个配合推进很厉害的英雄 而且也是一个打支援很厉害 毕竟他的传送在 他可以全凭飞 所以说先知这个英雄 玩法技巧就是一定要注意 各图各地图要发生的事儿 因为你一个传送一个大招 都是可以支援前屏技能 不要门头刷 先知英雄门头刷没前途的 刷出一些无敌的装备 你感觉很无敌 但是先知这也是典型的泡沫经济 三万经济顶一万经济 就是比人多一个大调效果 都不是特别明显的 不过这边出鞋子方面 先知推荐大家出相位 或者假腿 飞鞋对于先知来说性价比齐低 因为他这个R 等级高了以后 传送CD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除飞鞋 所以说一般离子认为 先知对于攻速要求 也并不是特别特别高 所以说我离子认为 先知就是 他毕竟是智力英雄 攻速加成 敏捷加成对他用处并不是很大 所以离子推荐大家 还是出相位鞋 效果会好一点 这边不够也是一直利用小树人勾兵线 打猎丹的先知是可以 就是 打猎丹先知是可以用树人勾兵线的 同小熊 德鲁伊拉熊勾兵线是一样的 打猎丹先知也是一个很难混的 就是很好混的英雄 一般树人这个确实比较阴吧 先知这一套也是 很普通的一套 青坛领主 大家俗称那个某拳手套 哎呀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一次怎么说呢 带大家很多人现在早上贴吧节奏都爆了 就是DC带PCE节奏 其实这件事吧 离子感觉看法确实是DC做得有点过了 没必要这种 哎呀这种事情不是离子对 因为PCE再怎么样 他起码跟你没有直接的冲突 没有利益冲突 我个人感觉没必要这么黑人家的 所以说可能DC他就是以喷人为乐趣吧 这件事上 虽然离子过去 个人方面说说了PCE一堆不好的 就是很表示 个人这个哥的事有点二 但是这件事上 我个人感觉PCE处理还算得到 也是明眼能看出成长 这是好事 情长慢慢变高 每个人都在成长 也是慢慢融入主播圈子吧 也在这里祝P神 就是PCE越来越好吧 也说教育成P神吧 毕竟过去也是刀的一曾经一代的偶像 祝他以后越来越好 省得也别老带节奏了 哎呀 这种东西其实离子不愿意说的 但是问的人太多了 好了 这边让我们来接着来看比赛 就点到为止 然后一带而过 然后这边先知也是加点方面 三阶数人也做出橡位鞋 补刀方面先知 基本功可以看出来 非常非常硬 R8-16补刀 铺口从补刀方面压制了卡尔很多 经济应该是也要比卡尔好 水人庄有医学 确实经济比先知好 也是没办法的视角 橡谷歌视频也是一期一期的做 下期打算给大家做一场F 就是 大M的拉比克 也是一个非常 打得非常不错的拉比克 也是个酱油拉比克 大M9000分 居然去打了一个辅助 让我觉得还是 而且大M2比赛辅助 打得有模有样 技能释放啊 还有偷到偷东 就是偷取技能啊 还有一大堆 感觉都还蛮合理的 也符合大家想看 爱看秀 拉比克这英雄 毕竟得秀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想看一些比较好看的都都已经满足大家 所以说选了一场 其实中国国产好多拉比克也特别强 但是离子最近确实没有苦 没有好的素材 想看这个拉比克不行 先知凭下大招击杀了远古兵魂 刚才直接拿大招杀了兵魂 先知你还有一个技巧一定要注意 就是中树是可以开视野的 千万记住这点 中树是可以轻松开视野的 很强的这个技能 这边直接先知又有香味鞋 打得非常非常凶 拿小树人康打直接上去 对对着卡尔就一通胖揍 布狗先知确实打得比较凶 而且也是经过在比赛中证明了布狗先知确实 值得一看 这边给其做的缺 感觉布狗要死了 我感觉他要死 但是啊 亚伯顿来了 我靠这不当嘴了 说死就说不死就死 这边再一下 直接一死 布狗拿到这人头 哎呦 这一波亚伯顿来得非常非常及时 给布狗套上两个 一个套子 拿了一口血 很关键 把布狗救了回来 这样先知发育 可以说非常非常非 布狗对先知的理解 还是这种中单型先知 是要打架的 其实猎丹或打野先知 推荐大家不点击手的 先知英雄 点击效果是比较好的 但布狗这场比赛 由于是想及早参战 因为他毕竟是个中单 傻刷是没前途的 所以说他选择了一个 直接直接称属性 潮汐绕树连绕的 还蛮漂亮 水人找了一圈没找着 黑点视野 确实也比较小 潮汐贴上一个罐子 讲道理应该是能活下去的 买了一个风铃之文 其实现在这版本 战古性价比 确实比上版本低了太多 远程敏捷英雄 现在都不会出战古 都开始出魔龙枪 因为魔龙枪 现在属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基本功强啊 不狗基本功真是强 41-18 补爆了这个卡尔 其实很难能砍可贵的 卡尔现在有火人 古刀都比不狗要落后很多的 其实真的基本功非常非常扎实 其实A队真的不弱 大家总觉得A队很弱 A队就是发挥不稳定 所以大赛一直没出成绩 其实这个队伍真的是有实力的 硬实力很强的 就是发挥不太稳定 但是总的来说成绩一直也都还可以 所以大家玩菠菜 一定要注意 对底下这边 左边这边是一个赛事讨论群加菠菜群 然后大家有兴趣玩菠菜的 或者你不玩菠菜 看比赛都可以来李子这个群里玩玩 然后现在也快满了 2000人以后就会李子就会关群了 就会不宣传这个群号了 然后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来就是来群里玩玩 玩菠菜也行 菠菜这种东西 小赌移情大赌上身 还是希望大家谨慎理智 因为这种东西 李子在群里会做一些推荐 但是讲道理 这个东西毕竟买的是你自己 红黑自负 李子只是说给一些比较专业的推荐 然后稍微专业一点推荐 可能比你要了解一下队伍状态 但是说实话也不见得是百分百对的 目前来看李子基本上 一天推个四五场 一般对三四场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还应该是比较准的 对的还是比错的多的 要不李子也不敢乱开群是吧 你们天天带你们书上天台 李子在开群的 你妈不是有点贱了 是吧 所以说还是可以的 大家有心里都可以来玩试试 这边水人也是接着发育 这一波志愿杀兵魂 布狗成功一波赶到现场 布狗这种装备出装方面就是非常肉 就是参战打架能力比较强的一套出装 比较肉 先知是一个特别灵活的英雄 因为他是什么都可以出的英雄 就是如果你感觉对面有蓝猫啊 或者火猫这种需要你出子愿的英雄 你可以补子愿 如果队友是一个比较推进阵容 你也可以补梅肯 然后有时候你可以出点金 就是相当全面的英雄 讲道理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英雄 而且比赛中一直是被大家算是比较重视的一个英雄 这边在偷一波机我不够好 在杀一只鸡那经济方面就非常非常好 几方大哥狗也是一直在空谷 所以说 总理来说这个刚才水人也是被几方干扰一下 这边布狗战鼓也做出来了 这打架能力这种战鼓是比较强的 因为开战鼓战鼓现在虽然性价比远不如前 但是毕竟他的关键是能开一下 能增强中期残下能力的 这边先知要直接飞这 我好拼 杀冰魂 但是冰魂还真在 我不够这个意识有点屌啊 A死 哎哟 主宰比赛 飞着给力 这里准备一波推进了 然后抓到冰魂布狗非常大胆 直接飞到塔后 因为他知道冰魂估计想吃了一波经验 虽然有的时候意识也是成功的必备因素 打多了你自然就有感觉了 先知再拿一座防御塔 经济也是达到了全场第二名 快要已经穿升到第一名了 这边直接TP 先知记得前期一定要舍得带TP 千万不要不舍带TP 不舍带TP是很蠢的行为 这边全是让他神力般反补到塔 虚空皮肩好 虚空要直接大的 其实有机枉杀的 跟水源爆发 不过他感觉他身上有灵魂之类 有战鼓应该问题不大的 死到应该不会死的 前击4-0 不过我非常非常的肥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天灰建筑 然后这边影刺跟卡尔也是接着补备的刀 装备什么都还不错 喝口水 然后今天做直播加上做视频 确实有点有点渴 然后这边对这两这两天也是周末 然后今天是周末也祝大家愉快 因为今天这两天也不打算直播了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周六出去玩一玩 别天天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也是对身体不好 所以说年轻人嘛 要生活出去运动运动 溜达溜达 兜兜风险 然后也是可以开心 玩一波 这边堵后路 但是布果这个框 有点小尴尬 卡尔扔个大火球 布果直接开战鼓 直接 攻击得非常非常高的 你看这边直接开树人 战鼓 布果靠潮汐一个大 直接配个布果大高 直接就超级 我刚才卡尔也被杀了 一级大卡尔怎么死啊 布果我估计自己都没看见怎么死的 前期六人刀跟布果有关 布果直接选择坐垫锤了 这边狗也非常非常肥 哎呦 狗虚空打不过 水人也也估计够呛 这边再准备播一下 但是狗这个应该是打算追你了 给个减速啊 水人还打野呢 真是慢 哎呦狗 装备还真不错 赶紧跳一下 前期电飞帮打得非常非常凶 直接把雁芳摁在家里打 先知这英雄就是记住 要时刻都要保证自己的高效伐木 这英雄是一个打装备碾压的英雄 真的是这样 你如果装备不碾压 这英雄确实不厉害 他就是装备碾压 正面都很软 这英雄一定要打的灵动 就说白了 说优雅点叫灵动 说那么土一点 就这英雄一定要打的骚 然后对面人都很烦你 就他一推 你就你就来搞 你再 你他又正面怼你 你又接着带球 签制 想干我 我就跑 很骚 这种英雄玩起来 让人感觉很烦 最终很多人求先知 是李子一直没想给大家做 因为李子最讨厌 英雄就是先知 各路飞 各路带球 然后逃生能力 打到后面 装备好了 你一个人还抓不死的 后期先知 有有子愿 有杨刀 子愿一个杨刀 一个直接飞 你根本就没脾气 非常非常恶心 这个英雄 带球能力极强 这边布狗 帽子开始想 做了一个小电锤 然后准备补推推了 哦不是推推 补魔龙枪 加推推 也就是大推推 布狗对于先知 他这个先知 他那个在上海东西 就是马尼拉春季赛的时候 他也出了一个道具 他对这个东西 特别亲有独钟 但是李子认为 效果说老实话 真的是一般般 布狗很喜欢 就说白了就增强先知一手逃生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先知电锤没有松吗 刚刚看他出出电锤 布狗一波两极大 直接耗耗到对外很多血 现在也有打法系先知 就是A杖刷新 A刷路线 但是我感觉那种法系爆发的先知 说实话效果一般 不如这种物理性的后期厉害 熊一个大 布狗非常灵性的躲开 然后绕过来 接着打输出 这边隐私还在 这里 插个眼睛 给个减速 接着A 但是冰魂推下 讲道理应该杀不掉 这二台算是推下来了 先知没打 天灰帮应该是 比较 比较起满一度撤了吧 只个不撤有点 狗死掉 这不撤有点贪了 应该撤的 这波太贪了 送了一个无解肥的狗 布狗身上没有电锤吗 那他钱呢 电锤在鸟里 我就说他为什么 不把电锤拿上呢 忘了吗 拿电锤 发动效率不起 不是更高一点吗 经济布狗 经济布狗达到第一位 刚才狗由于被卡尔阵王击杀了一次 然后狗捡钱 卡尔拿钱 经济已经追回来好多 卡尔现在经济已经回到了第一级端 而且水人也不穷 讲道理 这场比赛很依赖先知发挥的 先知并不能滑 他这个先知地位比一般先知要高 一般先知三号位 这场比赛先知打的是二号位 所以说一定要保证他中期能够很强 很给力 不搞闹 猫子打算做大推推啊 就是不是猫子 猫子打算做大点锤 一直在攒钱 这边接着准备推塔 然后水人也是急于带线 先知这种英雄吧 推荐大家打的还是尽量别太毒溜 而且我现在一直有问题想问大家 一红假如老十一回来的话 他们还用打开一拳 就是一红报名号上就这五个人 如果老十一把饭顶了以后 节奏王把饭给顶了以后 他们是不是一红就不用打鱼犬了 冰上但是不带我杀 狂术 先知代狗 最早先知流行 有这特别流行 这边直接传杀AA是没控制的 直接死了 哎呦 直接打到变态杀戮 就7-0 这边由于先知没CD所以回不去 前期先知是要带TP的 中期CD快了可以不带T 这边想黑狗翻不塔 但是确实难度比较高 这波不够直接飞 因为队友已经包过来了 宽卡尔 但宽卡尔直接一个吃树走掉 锁个CD 先知这英雄讲道理还是要多刷的 这英雄没资源 确实是一点用没有 因为这英雄讲道理 他就是那种 拿的资源都不一定厉害 你再不让他拿资源 这个英雄很废的 先知出了魔龙枪 现在这版本主要是 不拱这一套出装 就属于先知比较扎实的 没有罗紫苑那么脆 前期打下战斗能力很强 他就是这种电锤 然后电锤做输出 魔龙枪加鼓 撑很多的属性了 你看鼓是 鼓是9点智力 6点力量 3点米级 3点无意力 而魔龙枪14点米级 14点力量 看这个先知有 1600 1500的血 倒不了1600 1500的血 而且是上海背着大魔棒 就等于这先知 起码1600 有16007的血 非常强力的 血很肉的先知 打下能力很强 但是不如点进先知 刷的快 但这种先知 能更好的支援场上行事 是有温柔 把外塔全部推光 然后 艳芳现在 办法不多 因为他们现在 确实很难地图 一个这么肥 闲之的图定 这包A扔大 然后 下退了对面 下退了天空风 A的大招 还是威慑力比较大 但是狗由于 有高达状态 所以说 他可以接着推 这包 队友 艳芳已经赶过来了 但不过已经飞回来了 这个就没必要打了 A的大已经准确找到你们 而且在那个位置 虚空配卡尔 再配上冰魂 有可能是一波爆炸了 天方现在也不敢太大意 因为现在这个优势 讲道理并没有那么 并没有那么比天大 双头龙做出了 就是做出了 这怎么纷争面纱 说错了 例子一时想不起来 是什么东西了 做了纷争面纱 这边狗钻出来 然后 他们现在天空风 想把节奏稍微再打快一点 ESR1比赛 最近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最近给一个玩菠菜的玩家 一个建议 千万不要吃低宝 最近的比赛中 由于大赛 双方都在处在一个调整期 基本都已练兵 然后以TI为主 所以说现在千万不要吃低宝 吃低宝都上天来了 很危险的 这边咱们还是要打肉山 开悟打 然后先知开谷 应该打得比较快的 感觉应该很迅速 就能打掉肉山 然后这波肉山 看看 双方发现了没有 双方好像是有点感觉 但是 还是没能来及抓 天火炸一家 双方看见了 打得并不快 A仍大 这波再继续硬打 有可能要伤 对方人已经往这边赶了 其实这几波 天王太大意了 老想打出山 结果老都打不了 他们打得太慢了 直接又没啃 还是准备打 但是这波怎么感觉要出事呢 水燃进场 给一套 但是 这里并 进场这套打得并不好 这边隐私想逼一下 直接被布格A死 妖怪般的杀戮 但是布格自己在这里有危险 LA给他技能解架 直接戴死A死 我靠这布格大发生非啊 这种先知属性好足 直接飞后白 找A 他没敢继续找 但是虚空同时也是虚空被水直接把上打给带了 这边LV不会死吧 还行还行 冰魂等级确实比较低 那这样应该是很安全了 大堆堆已经出来了 富狗独特出装 大堆堆的属性 其实对于先知来说还算合适 你看 他有10点质力 然后4点生命恢复速率 20点敏捷 15点力量 142公斤距离 效果还行嘛 而且还有一个主动推销 可以给先知创造一点输入环境 但李子觉得这东西不好用是为啥 太贵了 这东西有点贵 讲道理 确实是有点太贵了 最近大家讨论的比较多 就是Ti5的那个预选赛 然后李子也是各有各的看法 然后但是目前来说 这些队伍还处在一个摩合调整期 等到Ti决赛前基本上就能看见未来了 然后昨天前天看比赛 我得被波兰0比0逼平了 他让我心里好难受 大来万都没进球 得我得我也没进球 哎 这有点有点伤 欧洲北也是在如火如荼举行当中 NBA也是各大比赛 都要进入到高潮了 其实这其实对暑假 对工作 对李子这种工作党来说还好 因为李子工作党会选择性看 而学生 高考班的学生很开心 总觉在有第七场 欧洲北有个看 然后刀的满人又有Ti 所以说真的是很开心一件事情 不过这边位置不太好 准备尝试镜子上一下高 看有没有希望 直接再点塔 双头龙也摸塔 给大 被罩住秒双头龙 哎呦 双头龙这一套直接被秒掉 但是在打虚光 小狗也是冲上前进去啃冰魂 不是特别好啃 有点被放风的感觉 而水人一直在带 有先知一方被人家带 现在带的很头疼 这个有点难 差一小数人接着人 狗这里完全不虚 再给一个大招 还是把冰鹰拍掉 但狗有可能要死在这里 狗应该交盾了 但是水人一直在带 不过我得飞了 再不飞 水人有可能要带掉一路 那正面怎么办啊 还是拆掉了 还行 刘朝夕 他们一看先知已经走了 肯定是要给予刘朝夕的 这个想一想到了 还是拆掉一路 天文帮小转吧 毕竟还是破路了 虽然死了俩人 只能接受的 这边不过 下来大家做大电锤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挺适合先知的 先知套个电锤 但是先知的英雄 讲道理还是需要一点操作 不能像大爹当年春季在玩的先知一样 你妈站撸 不是 郑中威玩那个先知一样 站撸A 那是我见过最他妈萌的先知 都不操作不走位 站那儿跟你老子 谁敢跟老贼 就被豪子有鬼三刀放倒 那时候大爹 真的让我觉得 他妈的怎么还有职业 这么 职业向下这么低的选手 刷了一场 打出零作用 结果大爹 秋季在 就是春季赛就糊起了 一场当人一场 小大家 决赛中三场 都是打得非常非常 爆炸精彩的比赛 打得很好 所以说人不可貌想 大爹也会有进步 屌丝也有春天逆袭时 现在天气也比较弱 大家也注意要防中暑 北方现在已经天天三十 三十好几度 所以说大家也要预防中暑 确实比较热 李子现在坐 李子现在就有时候站着 给你们解说 因为那个皮椅子太热了 还是坐下吧 好好给大家解说 这边冰线也是水人 带线一只带的很深 所以很烦 先知大电锤以后 应该是要扶一下 这边赵先知准备秒 先知没满活的 要出事 这一波虚空非常果断 挑刀加大 直接留先知 先知成功死在这里 如同神一般被卡尔中间 卡尔一下经济超越了 先知成为第一位 这包没有先知 别被一个一个留 还行双龙兵一下 然后对面应该撤退了 又延缓你们一波推进 很关键 这一波发挥非常非常好 虚空非常果断 能打到这个分段 其实能匹配到职业玩家 你就跟上一期 马斗巴曼 被人吐槽最多的是那个狗 说小狗不会玩 但是我看了小狗几分 7900多分 然后大家又说 萨尔是个傻逼 萨尔分更高 8100 你们可以回去查查 敌人分数 很吓人的兄弟 你们看他不会玩 是因为他对手也强 讲道理 但是他自己自尊水平 真的是很强很强的 你看他不会玩 你要让他打你打的局 开水全场的 所以说玩起来 跟你看的东西 跟你实际的操作 是不一样的 那些人的分都非常非常高 你看他蠢 但是他讲道理 他不菜子 有可能这场发挥不好 但是也比一般大多数玩家 有强的多得多 很多人喷那个狗 当然我不是说你们这里 就喷那个狗就不对 那狗那样比赛 看起来打的确实是一般 但是他天地分很高的 7900多分 那个萨尔被大家称为 就有点二 但是他8100 慢慢分还高 这边一个吹风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看选手打直播的时候 如果你看他觉得很强 证明他水平 就爆出好几条街了 如果你感觉他水平 就是跟你差不多 其实水平是要远高于你的 因此原来就说过这件事 而且大家打刀的 中国现在说老实话 打刀的有点浮躁 不要老那样 这边先知应该是带领了 几方强力拆线一座塔 这边先知在掏 给队友掏大电锤 效果还行 狗的速度也打得蛮高 但是萨尔们 就卡尔蛮肥的 给他技能成功打退队员 我拿第二路高地了 可以说已经转了 先知还是这样 一定要把节奏打快 尽量把自己节奏 打得稍微快一点 别让自己 就是拖到太后期 因为太后期 说实话先知英雄 哪怕无论你什么装备 哪怕物理流 紫苑杨刀那种法系流 紫苑杨刷新A仗 那种法系流 还是大炮金光 各种物理流走起 打到后面 先知英雄都是不强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还是那句话 自己玩跟实际操作不一样 你看 你看主播 有的觉得主播很菜 其实不是 能主播都跟着感觉 水平都比较高的 但是除了李子这种 都比李子这种 打太少了 一个月玩一挡把 一个月玩 玩不了几把 就肯定强往哪去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玩 因为不玩也解说不了了 你不玩 你怎么解说嘛 你对游戏都没理解 你怎么解说啊 所以说玩的 只能说比职业玩家 少太多了 但跟一般人 还是差不多的 一天玩个一挡场 平均一个星剑 能玩十多场 也还行 这边徐红贝卡尔 地道技能非常非常爆炸 先知 得跑 给个大招 给微光 然后直接TP 能TP走吗 直接伏传 徐红贝卡尔 如李子所料 到后面是有一波爆炸的 所以说 他们这种 由于后期不够硬 也没有人能带狗切入 所以说 打到后面 是很难打的 这几波 天元王战位都不太好 战太集中了 被徐红每次都是一大好几 直接几波团队都输了 经济方面现在差不多了 一眼方甚至反超了经验 这边不狗也是 利用一个带线小细节 刚才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细节是什么 就是 给小兵掏个大电锤 他是请你的兵来带线 非常非常快的 这就是你自己 没法带线的时候 一个比较安全带线方法 这边双鲁龙胆子非常大 不狗都不敢往上带 双鲁龙各种敢带 水人也是一直在带线 这边他们要抓一波 就是接着暴断退 因为潮汐有大 但是这一波 他们天元王相信 肯定会戏语教育 不可能再让一大恩了 一大恩有点伤呢 而对面带线能力也很强 有卡尔有水人 都是带线比较厉害的 A还能远程这么大 所以说对面带线很快的 这波接着暴断 打算再次组织一波推荐 但这波一定要小心 潮汐是有跳的 看能不能打一波 跳刀先手 水人有徐灵刀了 但潮汐不着急大 顶在最前面 这波潮汐 还是来点塔 但是不够躲在 非常非常后面 准备拿小树人 接着摸塔 给潮汐一个大电锤 这边潮汐一套 狗出来 隐私也是进场 但是没粉吗 狗感觉又要被放风了死 赶紧推一下 亚伯顿这里能跑吗 快打满了 这边不狗直接选择飞了 大电锤马上在CD 回多A吧 不狗 跑应该很难跑了 这边A死一个 大电锤一套 A死俩 没能A死第二个 这边狗估计也会死在这里 天然王这波推荐又黑了 但是唯一收获就是 拿了一座二塔 就拿了一座高地塔 卡尔完整变态杀路 经济已经反超限制 先这准备做BKB了 感觉对面的雾对他确实太烦了 天然王这波推荐再次失败了以后 就感觉 这场比赛 已经回到一个顶多六四开局面 就是天然王让我觉得唯一值得欣慰 就是毕竟有两路大兵 又有先知 确实是靠带线 可以应该是把对面带死 但我感觉正面挺难赢的了 卡尔经济 很肥了 而且水仍和虚空经济都已经算是起烦了 冰魂也是在这捕捕经济 应该是马上就要快一张了吧 我冰魂有点穷无天啊 他先做围光 那他一张很难游戏了 狗强袭 这波这次狗钻到先知里边 怕潮汐又带的 进去没法打输出 狗的英雄现在没有输出英雄 就是没有切入英雄带的 比如说什么小强啊 比如说什么 就是帕克呀 或者就是女王这样的英雄 蝙蝠啊 狗其实还蛮恶心 大于人 这都是常年配狗的英雄 效果都是不错的 这边狗钻出来 但是被卡尔也发现了 这卡尔一手不错 刚一打盾就感受到了 直接一个随风来突出 你打盾的意图 这边别中大 中大了 不敢打了 天气越来越热 然后也是给大家做视频 也是越来越辛苦 然后也可以 就是也可以来我店里来看看 然后 有时候不想吃饭了 可以吃点零食 明天是618 天猫大醋 然后也是 谢谢大家 一路机网支持 粉丝黄安捷 然后李子也顺应 把很多产品都降了降价 也就是欢迎大家 都来看看 谢谢大家 一路机网支持 这边比赛经营到35分钟 然后天猫现在正面 有点打不过 所以他们想拿一波盾 但是艳芳由于 在盾长完全不虚 这边秒掉了 卡尔的变态杀戮 把卡尔买活 但是这波步骤已经开始打 冲动龙 被压不得奶一口 这里反正没被水人杀掉 水人这个位置有点激进 感觉水人 凶一个大招 照顾全够人 卡尔依靠 出去蒙家天火 还行 就是那个大鱼石 大鱼石家推波 这边先知开启BKB 但感觉还是打不过 被影子悟客死死的 这边又打亏了 有点略难了呀 现在这个局势 正面有点撸不动了 先知可以买活 但是他应该是不着急买 看来天猫现在要转带球了 这不再转 这不再转电 卡尔出的是电锤 大电锤 为了更好的带线 因为他这时候装备选择不能再选常规那种装备了 因为他现在B线压力确实太大 所以说再拿一个盾 验方也是轻松拿到这个盾 天猫这边死两大哥肯定是敢抓的 卡尔拿一波盾 我这边卡尔买活的 抓死一次 下次如果再死的话没买活 也对天猫来说是个机会 压布顿回家买一波装备 然后也是对自己的经济补充一下 然后先知接着回来带线 先知刚刚补出那个BKB发现 他攻击力太低了 并没有什么攻击装 所以说正面A也是有点A不动人家 确认一下不知道怎么好杀 路过先知应该死不掉了 主要卡尔顿虚空是一套技能 吕接吕次吕接吕中 真的是很少有放弓的时候 每次技能都是很准 直接拍一套让天猫帮有点难打 潮西应该是马上有刷新了吧 应该在我刷新走 潮西没出刷新 这边不可接着带线 四个队友蹲塔 都在开悟等着对边过来人 幻象 立完激活了幻象 这波动手有点略黑 他们这种有点缺陷手 确实开拨物流 你第一时间指望双头龙兵 还是压力有点大 但是拨物情况潮西也不敢盲目挑大 怕对面万一没多少人 就抓一个大招没了 他们有可能要送盾 送盾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挺伤的 这边抓隐刺 一个双兵 双龙不错 潮西再接一条跳大 直接A死隐刺 水人也有可能能A死 水人波走 开启BKB 但是虚空一个大招 关键 但是卡尔这波技能都放空了 虚空这波 不太好打 这边在打卡尔 但是卡尔还是 狗还是死掉 打虚空 哎呀这波好亏 来换了个隐刺有点亏啊 怎么来的去了 就狗换个隐刺有点亏啊 潮西也没大 天原汪这波还是感觉 还是得撤 硬推 容易出事的 虚空也没大 但是天原汪还是不敢贸然上 毕竟狗死了 对面的几大哥都在 不过三千六十 有可能是不是要把战鼓换了呀 做紫苑 现在做紫苑有点晚吧 跟着感觉 压盾掉馅了 稍微等了一下 然后咱们快进一下 好了好了 已经OK了 这边把紫苑拿出来 他已经装备还是比较迅速 他想有紫苑可能让去防止 虚空跳上来 直接直接放大吧 但是个人感觉 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这时候补紫苑 有点晚了 四分钟的紫苑 确实有点晚了 这波还是准备抓 然后得抓人上钢 两路兵线的优势 让夜野方压力很大 其实现在夜野方正面 我感觉不是很虚天的方 经济上已经夜野方领先了 但是他们主要一直 是为兵线走蛾气 很难很难把兵线带出去 两路大兵确实让他们压力很大 这两路破太早了 不狗先知也是前期建立了很不错优势 要不打到现在 其实他们真的是不太好打的 对面正面有点强的 这边狗再钻了一波潮汐 水源爆炸 看到人比较多水源 直接第一时间选择拨走 要不别被抓 现在局面上都是不狗重新刷回了 经济排名第一 装备也是非常非常豪华 但是他这装备到底能打多少输出 谁也未可知 毕竟先知 一看先知这些操作 他都蛮熟练的 其实我当时想挑一场 他打猎鼠 但是不狗最近好像迷上 中单先知 他最近打猎鼠 英雄全是蜘蛛 别的都不玩 就是蜘蛛跟蚂蚁 而且他蜘蛛打得还挺好 在第一场对着Fnatic 那个B3的时候 他第一场他蜘蛛 在老大有几波 二的情况下 那个TB打二几波 蜘蛛还是比较稳定的 开始全场 最后一个四杀收场 直接帮A队 直接帮A队收了一发菜 跟李子下的那场博菜 基本都赚了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A队要稍微比Fnatic强一点 尤其 因为这两个队友其实有差距 Fnatic讲道理是要比A队强点的 但是为什么 是在欧洲进行的比赛 欧洲进行比赛 欧洲队一般状态都要比亚洲队稍微好一点 什么饮食习惯啊 结构啊 气候啊 都是比较适应的 亚洲选手稍微可能有点 在适应 这波打算秒不狗 但是徐宫被各种控制 这波 哎呦 潮心推一下 不够救了一下 但是这波没啃一下 准备反打了 谁这杆拨上来了 直接被隐私 直接被不过A死 不过开几BKB 装备非常非常豪华 哎呦 先知大杀死亡 完成一波双杀 那最后一路 讲道理也不是特别好手了 虚空隐私都买不活 他们这一套技能不太好放了 这边A扔个大 往前走 给个视野 哎呦 这一下感觉 夜方 但是水人还是被杀 有点伤了 哎呀 这装备 A还挺疼的 卡也被A死 那这基本 夜方就是要积极了 打破了 水人买我死 既不如人 干麦下风 最终这两比赛天文帮 平均更少的失误吧 也不算是打的有多亮眼 但是这两比赛先知表现 确实是个圈个点 打出了全队比较高的输出 而且参战率也高 最终拆掉这个防御塔 然后也是恭喜天文帮获得这两比赛 在胜利 然后这一期是 巨大哥15 对很多方问我 巨大哥1112的 就是上海的比赛 就是不是马尼拉 东春景赛选的 也比赛 一个妹比的TK 一个 一个那谁的 瑞兹尔 这边马虎 直接把基地 飞过来 插着 天文帮最终取得比赛胜利 别人 谢谢大家 运辱静好之势 第一个是我的 丽丝电 也欢迎大家 都给大家看看 好了 这套比赛也就做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期见吧 然后下期打算给大家做一场 大恩莫拉皮克 对面有人也认出来 说基基 不道个 有人认识他了 好了比赛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